孔子十五而有之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大家好 我是纸碑大叔林一峰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知天命系列 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五十岁了 哇 好快哦 哎呀天啊 我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创业 一眨眼就过了三十年 我研究威士忌就过了三十年 时间好快超乎我的想象 到今年在我五十岁这一年的时候 我竟然因为运气很好 苏感威士忌产业颁发了他们的 Master Keeper 就是整个威士忌产业的最高荣誉给我 其实我自己很惶恐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多 我应该多做点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知天命系列 这个知天命系列打破了我过去 所以在选酒的一些逻辑 因为这次我选了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我除了选了麦芽威士忌之外 我选了古类威士忌 美国波本威士忌 印度威士忌 还有台湾威士忌之外 我甚至我连我喜欢的 本来丢都选进去了 这些品项当中有一些是 非常非常知名的 有些是大家不为人所知的 有些是正是明日之星 有些是出路头角 这些东西我不会因为思考 它是很流行或不流行 很火或不火的 而我觉得它是真正的好东西 不管是现在或未来 人们都会看到它的美丽 而我把这些东西 放在我的知天命里面 我自己在思考知天命的时候 我发现 你知道 我一直相信一点 就是老天爷给每一个人都有gift 就是老天爷都会给每个人礼物 这礼物就是这个人最适合做 而专注他一生的 所以我觉得老天爷并没有辜负任何一个人 就是我们常常我们可能遵随着社会的价值 或遵随着学校老师或家人对你的期待 而忘记挖掘自己本身的内在涵阳 或是自己内在最大力量那个东西 我认为知天命这个时期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在这时候 充分了解老天爷所给我们的东西 而我们把它发扬光达到最大的力量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知天命的意义 麦卡伦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很想听听 因为我好多朋友告诉我说 麦卡伦对他们的威士忌的历程 有些是他们的启蒙就是麦卡伦 有些他第一瓶的single mode就是麦卡伦 甚至直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告诉我说 他最喜欢的就是麦卡伦 甚至非麦卡伦不喝不渴 或许你家收藏的最多就是麦卡伦 我不知道我想你跟我分享一下 但是我也想跟你分享我心目中的麦卡伦 30年前我开始认识威士忌的时候 我最早最早最喜欢的single mode就是麦卡伦 我还记得那时候麦卡伦 全台湾大概只有卖个几百箱吧 你知道几百箱是多小的量吗 现在的麦卡伦观光台湾的市场 就可以卖几十万箱了 在当时大家都还没有会演示英雄的时候 我就在30年前我认定麦卡伦的美好 前一阵子就有朋友问我说 林老师你最喜欢的威士忌前十名是什么 我现在回答不出来 因为我现在喝过的酒太多了 我不晓得怎么去挑出来 而且我每一次新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喝 这是我真心说的 可是如果30年前你问我说 我最喜欢的威士忌是什么 我肯定回答你麦卡伦 而且二话不说 我心目中第一名的梦幻艺品就是麦卡伦 30年 他在第一次我喝到他嘴巴里面 他那种柔顺像太飞糖的 然后整个包覆我口腔当中的复杂性 我非常感动 那感动到没有办法说 麦卡伦30年维持在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次知天命的系列当中 我心目当中麦卡伦也是我希望能够选出来的一桶酒 因为他记录了我这威士忌Single More Whiskey的起点 我们过去在认识麦卡伦的时候 其实麦卡伦扮演了对于整个威士忌市场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的角色 我们对于雪莉桶的认识来自于麦卡伦 我们对于不加焦糖调色这件事情来自于麦卡伦 我们甚至他还教我们什么叫取酒星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麦卡伦启发了很多人 我要跟大伙谈谈什么叫汤匙桶 汤匙桶这个东西是非常特别在苏格兰威士忌产业的 苏格兰威士忌产业 他们基本上在过去是以调和式威士忌作为主轴 所以这么多的酒厂他们生产出不同的特色的原酒 他们多了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彼此酒厂之间可以换酒 换酒的时候 所以我只有开一家酒厂 可是我却可以跟别人不同的酒厂 换了很多酒的时候来勾兑出我的调和式威士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苏格兰调和式威士忌 独步全球的最重要原因 但是重点来了 这些年来整个Single Mall Whiskey 越来越好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的酒厂并不知名 我换了一桶麦卡伦来 然后我就可以卖这么贵的价钱 这样很赚耶 或者是麦卡伦卖这么贵的价钱 然后我用我的原来很便宜的东西换了一桶麦卡伦 我卖这么低的价钱一堆人抢着药 这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了 所以为了这个原因 他们这个产业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叫汤匙筒 什么叫汤匙筒就是我拥有一桶麦卡伦 我换给了你 别家酒厂 他不能够用麦卡伦这个名字装 然后并且在给他的时候 他会用自己的同个集团的友好的酒厂的一汤匙的酒 装到这个桶子里面 换句话说 所以苏格兰法规来说 他就不能被称为Single Mall了 因为要混进了别的酒厂的酒 不管是一汤匙或一滴都一样 他就只能就称为调和麦芽威士忌 就是Brand Moe Whiskey 这就是所谓汤匙筒 所以现在有很多知名酒厂的威士忌 都是用汤匙筒的形式来面试 但真正的老涛对他们来说 哇汤匙筒太划算了 不用不用是花可能五倍到十倍的价钱 就可以喝到极端美味的东西 因为那一汤匙其实并不会影响这一桶的气味 所以很多人也会特别去搜寻好的汤匙筒 我们来试试看这瓶酒吧 这瓶酒我们在设计这个酒标的时候 我在大学教义经 对我来说天圆地方 所以圆代表天 这两个同心圆的中间这白色点点呢 其实是宇宙的缩土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天 所以知天命这个东西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个两个同心圆呢看起来像一块玉 这个玉呢在过去 过去的时代古代呢就是宝玉美玉的意思 就是这瓶酒不只是知天命之外呢 它还是美好如宝玉的这个梦幻艺品 所以我们来喝喝看这支酒 哎呀太香了 这个像是喷上香水一样美好 哇不过这个结构非常的壮大这支酒 哇这个很强壮饱满的气味 可以想象它是那种有小型的蒸馏器 所蒸馏出来厚实的酒体 然后在我的鼻腔当中啊 仿佛前面是一个伟大的古老的建筑物 矗立在我面前 哇好壮大的感受 哇口感也是非常的饱满能强劲 这就是我三十年前怀念的好味道 那种在我嘴巴里面炸开来 天啊这叫做威士忌吗 这样的美好 希望能够跟你分享 你跟麦卡伦有发生哪一段关系吗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行 谁遇而行 七十怎么样 从来 从来